数据方面,火箭还是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 没错,快船队这个三分球啊有点再中一个 太假了啊 这边火箭队的外围手感一下子都来了 而且今天,李和巴丁哥两个人顶上先发之后 真的是效果不错啊 打到现在两个人已经联手拿了19分了 火箭队全队才拿26分 是 莫威廉斯 确实啊,在过去的五分钟之内啊 我们看到啊,洛杉矶这边只进了一个球啊 是中一啊 哇,这Key Martin啊 第一个三分球来自马丁啊 太假了 这不是CBA的三分线啊 真不容易啊 这是Key Martin回归联盟之后投入了第一个三分球啊 有劲被广大球迷在凌晨三点半的时候见证到了 而且这边火箭队回来又划一个2加1 是,三分白打了啊 你来看啊 这个球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会进五加球啊 对 Lenso的助攻啊 马丁不要说投三分啊 投这个中距离我觉得都够翘啊 在CBA压根就没见过 开了三线球根本没想到啊 气氛的一个差距啊 对科长来说的话要解决好自己进攻的一个问题 不能依靠的像马丁都拉出来投三分了 这肯定不是一个常态 Ricky Evans更不用指望了啊 不过Ricky Evans最近连续两场比赛都有这种非常惊艳的表现 篮下2加1 包括后场一跳龙的抄截之后的攻框啊 可能也是说到Tim Duncan和这个Cuzins在最近连续两天的十加球里面那个自己了啊 这边就是一个2加1啊 现在火箭队整个节奏非常的漂亮 利用团队的一个防守来制造你失误或者投篮不重 然后把比赛的节奏拉快打反击啊 对 这种小个子后卫像李像巴丁德像这个德拉基奇 嗯 今天在这个节奏里面都是如鱼得水 对 李克弗菲斯 四中三啊 今天拿到了八分三个篮板啊 Dragic赛季八点四分三点八次的助攻 场均要打21点三分钟啊 嗯 确实不错 哈哈 Dierry Jordan 确实又双鱼做了啊 哈哈 这种Buddler Buddler今天的表现啊不错 他现在为止有四分啊 Eric Blessell Blesssell这个赛季啊 一度也是 哦 失误了 Dragic 考一个 这个很少见啊 德拉基的扣拦 别看Dragic平时不总的爱跳啊 但是刚刚跳了一下就挺吓人的 Negro教练还是要叫暂停啊 快船还是没有从第一节后半段的德封荒之间去跳脱出来 分数反而是被西斯顿这边拉打到了12分钟 Dragic才刚刚开始 再见再听我们说这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ragic 还是自己的进攻端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对 你投来命中率太低 给对手反击的机会太多了 Morri left 胆打还是不住 这就是我们说的 Morri left 他身上存在的一些毛病 正万跟自己的手感来做抗争 而且 他是那种不服输的人 越头不进出说越多 глав定盈 木队表示 recognised 我觉得对这个手上 真长了瞄准气 太准了 是四分的一个差距了 阿定格是不是 今天也想跟教练证明一下 跟蔡奶友球员帕串斯相比的话 我的这个得分能力 还是要明显伸出一手 好球 终于得分了 小莫 小莫这个赛季手感 确实是比较可怕 打好的时候十四中十 就是快船那段时间 最好的时候 十中七 这都是很正常的效率 打得不好整场比赛 就形容梦牛 第一位打打漂亮 哇哇老板球 Martin也就回来了 阿定今天真的非常的拼 不用急 这是NBA球员和普通人的一个差距 倒地之后需要四五个人来扶